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历史说书馆 今天我们聊一下朝鲜王朝末期的故事 时间到了1863年 朝鲜王朝的皇帝 泽宗皇帝去世了 这位泽宗皇帝没有儿子 这个就犯了江湖大忌 这样只能从王室的子弟里边挑一个 那是巴了来巴了去 各方各种利益的平衡之后 当时选中了新宣君李四应的儿子李希 这位李希就继位了 史称朝鲜高宗 这位朝鲜的高宗皇帝 登基的时候只有12岁 只知道撒尿祸尼放屁崩坑 其他的什么都不懂 他的亲爹李四应就被封为了大院君 实际掌握朝权 咱们这位大院君呢 还真不是一个一般二般战士 他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儿子登基继位的时候啊 这位大院君都44岁了 但是有一腔报国之志 那是胸怀壮志 一心想富国强兵 这位啊废除了外戚干政 而且还把朝鲜那个大书院给作废了 这个大书院呢 名字上好听 是一个学校 其实啊 就是那帮贵族子弟扯独自的地方 一点正经的都没有 大力发展本土经济 但是这些对朝鲜王朝的衰败 起到了一定的延缓作用 但是根本阻止不了朝鲜王朝的没落 因为啊封建王朝的制度啊 是烂在梗上的 他的这些措施 那是治标不治本 李思应的这些针对措施啊 有一些看起来非常脑残 他在国内啊残酷的镇压天主教徒 谁要是信这个 二话没有 敦大狱 如果你是个小头目 啥也别锁了 就把你脑袋给砍了 而且严厉的奉行 闭关锁国的国策 咱们大清啊 已经用事实证明 这么做不好使的了 但是这位大院军就想一条道走到黑 那是不见黄河不死心的 早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 这帮西方列强的商队啊 就来到了朝鲜 跟朝鲜国王是客客气气的 商量通商的事宜 这些都被朝鲜的国王无情的给拒绝了 那是一点面子也不留 全给绝了 但是这帮养鬼子就是绝 从来不放弃希望 一直不消停 直到1886年 最后两支普鲁士商队来到朝鲜 被朝鲜国王拒绝之后 西方列强决定用野蛮的手段 凿开朝鲜的大门 好说好商量是不好使的了 看来武力是你唯一能听懂的语言 以后哥就不惯你病了 随后啊 美国的武装商船 谢尔曼号满载着货物 带着火枪和火炮来到了朝鲜 刚开始啊 朝鲜人认为这帮美国人呢 就是一个旅游团 给他们好吃好喝 还有小礼物 但是当美国人吃喝差不多的时候 提出通商要求时 朝鲜的官员给出的回答就是 no 不好使 吃点喝点不叫事 通商门都没有 这一下美国人就怒了 好歹老子也是列强 大清不比你牛多了吗 照样被老子按在地上一对小 你朝鲜多啥 你也太嚣张了 揍他必须揍他 美国人浪的不行 谢尔曼号直接开进了大同奖 一路撒相平壤 这个时候 咱们这位大愿军得到信了 那是拍案而起啊 那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上 干他 不能灌美国佬的病 这位人兄 打算跟美国人死磕了 于是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 爆发了 双方的实力啊 都很弱 朝鲜的大炮啊 那都是祖爷爷级的 那都是明朝的货 打在谢尔曼号上 那就等于给美国船挠痒痒 但是美国的谢尔曼号啊 那是武装商船 装点货还行 打仗真不是他的技能点 那个小炮的口径啊 实在是太小 朝鲜当时的战船呢 是当年打小鬼子留下的龟船 别看笨重 但是上面的装甲很厚 谢尔曼号的小炮啊 对这个龟船 根本就不起作用 双方是漫无目的 毫无作用的一阵乱哄 场面是挺热闹 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这个时候 在朝鲜这堆人中 出了一个明媚人 这位呀 可能是喜好三国 俗读三国演艺 在赤壁之战这一章节中 找到了智慧 把装满燃料的小船 顺风飘到谢尔曼号上去 并且点燃大火 当时美国这个谢尔曼号啊 也是一个木头船 只是在船的外皮上 包上了铁皮 这个铁皮呀 不起什么作用 而且朝鲜人玩得更硬 他们往江里呀 倒了大量的煤油 江中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个谢尔曼号啊 就彻底着了 美国船员纷纷跳入江中 被朝鲜人砍瓜切菜 一个不留 就这样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 以美国人的完败结束了 这一仗打下来呀 这个大怨剧就有点飘了 在国内进行了更加残酷的 镇压天主教活动 当时啊 有十二万天主教徒被抓 其中被砍了好几万 朝鲜人对自己人下手 那是真不含糊啊 并且这其中啊 还有好几个朝鲜的高级官员 并有九名法国传教士 这些人呢 一块都被砍了 这一下就把法国人给激怒了 老子你也敢惹 于是法国从印度之那 派来一支舰队 向朝鲜的江华岛进攻 一阵大炮狂轰之后 法国人登陆了 但是朝鲜的军队还真是一帮有血性的纯爷们 他们有土枪 土炮 大刀 长矛 还真扛住了法国人的进攻 并且造成了法国军队的一定损失 法国军队呀 有点扛不住了 他们认为朝鲜呢 就是一个部落 都是一帮像非洲土人那样的人 没想到这么扛打 还有一条 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他的心思啊 根本不在亚洲 他的注意力呀 都放在欧洲刺头普鲁士身上 当时那个普鲁士啊 正在崛起 让法国郁闷无比 于是法国人跟小鬼子一样 放了一把大火 该抢的抢 该杀的杀 然后就上船 杀鸭的跑路了 虽然朝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但是这一仗毕竟打胜了 这个大院军一下子就彻底飘了 短时间内打败两个列强 那可比大清强夺了 于是这个大院军对自己的闭关索国政策 就更加自信了 到了1866年 这是一个朝鲜王朝的多士之秋 这个大院军呢 给他的儿子高中李希 是千挑万选 选了一个媳妇 这个女人呢 叫明子英 比高中大了一岁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 女大意不为奇 这就是要出事 历史上称这个女人为敏飞 她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明成皇后 大院军能选中这个女人 是因为这个女人身上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她是一个孤儿 没有什么家族势力 很难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外戚集团 但是这个大院军不知道 这一回她是真看走眼了 这位敏飞后来成为大院军终身的劲敌 这个娘们可真不白给 那是心狠手辣呀 就这样大院军和敏飞的宫廷争斗戏就开始了 这一场政治斗争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 这个敏飞婚后啊 就一直没闲着 一直是积极活动啊 他一方面稳住了自己老爷们 李西皇帝 另外一方面 不断的拉拢自己敏飞一族的人 和一些朝中不受重用的大臣 甚至这帮不受重用的大臣里边 还有大院军的哥哥 因为这个哥哥呀 一直埋怨弟弟 没有给他高官 于是大院军的哥哥就投奔了敏飞集团 到了1871年 美国人呢 为了报谢尔曼号的仇 派遣了一支舰队来到了朝鲜 上次被你们朝鲜军队打败了 实在是没有面子 这回就是来报仇的 双方实力啊 太过悬殊 朝鲜军民是奋力抵抗 这一仗下来 食伤被俘好几千人 美国人就损失了十来个人 美国人呢 一想天开 靠这些战俘作为筹码 逼迫朝鲜国王 答应通商调语 让美国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得到的答复仍然是 No 你爱谁谁 想杀你就杀 老子跟你拼光最后一个人 谈判门都没有 到了深夜 美国人正在熟睡的时候 上百个朝鲜老百姓向美国军营发起了自杀性攻击 就跟现在中东那帮恐怖分子玩人体炸弹差不多 这一宿真是把美国人给炸虚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 这帮美国佬一个个干子颤 可拉倒吧 不跟这帮疯子玩了 刚好还遇到了暴风雨 美国人二话没说 登船 沙压的跑路了 就这么牛 朝鲜人在五年内挫败了西方列强的三次入侵 虽然是损兵折将 人员伤亡惨重 但是没割地 没赔款 比当时的大清和日本那是强太多了 简直就是亚洲之行 亚洲的一枝梨花压海棠 这一下大院局那就彻底浪了 那是信心爆棚啊 有一种天老大 地老二 我老三的感觉 这个货是要把闭关锁国这个国策 一条道走到黑了 这一仗也就成了大院局政治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了 到了1873年 这个高宗皇帝李西亚已经21岁了 虽然还是啥也不是 但毕竟成年了 这个闭妃就带着朝中的一帮大臣 起哄架养着 呼吁皇帝归政 让大院局交出手中的权利 这个大院局呢 能扛住美国 能扛住法国 但是这个货没扛住自己人 到了后来压力实在太大 大院局没找了 只好交出了手中的权利 领了退休金 灰溜溜的回老家养老去了 就这样 高宗皇帝又亲政了 其实就是他媳妇亲政了 高宗皇帝的技能点仍然是撒尿祸泥放屁崩坑 这个泥祸得更多了 那个坑崩得更大 别的 一无是处 到了1874年 这个敏飞呀 给高宗皇帝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朝鲜存宗皇帝 一年之后 这个儿子被册封为太子 这回妥了 权利也有了 儿子也有了 敏飞的地位呀 就更稳了 这个敏飞呀 也想把朝鲜带上一条富强的康庄大道上 想法是好的 就是太任性 什么事儿啊 都全凭心情和女人的直觉 这个娘们儿啊 实在是太恨这个大怨君了 导致他所有的政策呀 都是跟大怨君政策反着来的 大怨君费了好大劲 罢免的权贵 这个敏飞呀 又给任用了 那个大怨君好不容易废除的书院 这个敏飞呀 又给重新建立起来了 这帮贵族的顽固子弟 又有一个大众俱乐部 可以消遣玩耍了 大怨君在位的时候啊 加大了国家的税收力度 以求加强国防建设 这个敏飞呀 掌握大权之后 就减免国家的税收 这样就导致了朝鲜的国库空虚 还有被大怨君玩的风声水起的那个闭关锁国的政策 也被敏飞给推倒了 这个敏飞呀 要搞改革开放 他积极啊 与西方列强建立交流 也想通过学习西方来复国强柄 但是这个敏飞呀 太天真 太年轻了 他对国际斗争的残酷性啊 认识不足 对西方列强这些流氓的本性看得不够到位 就这样 朝鲜迎来了第一位老朋友 就是跟他常年过不去的小日本 这个小日本啊 也被西方列强入侵过 就是那个著名的黑船事件 但是小日本经过明智为谨 国力慢慢强大起来 小鬼子那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拎着板菜就向朝鲜杀过来了 从1875年开始 这个日本啊 没事闲的就派出一支舰队 到朝鲜的海岸线来聊闲 今天瞅瞅你的海军基地 明天测量一下海岸线的水位 小鬼子的一天呢 是真不闲着 最后双方擦枪走火 当时啊 一个朝鲜士兵实在演不了了 向日本军舰开了一炮 日本人也不是散查 于是开炮还击 双方对哄了一阵子 谁也没占到便宜 这要是美国人呢 他就走了 但是日本人呢 比较倔强 比较阴险 他们登陆了 然后在陆地上搞了一个三光政策 杀光 骚光 枪光 然后上船跑路了 这个事啊 就是著名的云阳号事件 小日本就根据这个云阳号事件 要求与朝鲜国王谈判 谈判的条件就是两条 要么通商 要么赔款 面对小鬼子的步步紧逼 这个敏飞啊 有点扛不住了 这个时候 他想到了他的宗祖国 大秦只有靠我大哥给我撑腰了 于是敏飞派人来到了北京 问问大哥是什么意见 当时的大秦啊 是刚刚摆平了太平天国运动 全国正在搞洋务运动 积极的进行经济建设 对你们朝鲜的事啊 那是一点都不上心 最后给了条意见 就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把这个球啊 又踢回给了朝鲜 敏飞看着是真没招了 没办法 后来朝鲜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 朝鲜选择了通商 但是绝不赔款 这帮鸡贼啊 也是国库里没有钱了 要命能给 要钱不好使 这样就拉开了朝鲜数十年 被小鬼子欺负的序幕 小鬼子从此就在朝鲜半岛上 嚣张开了 难人呐在朝鲜简直是横着走 不把任何事情和任何人放在眼里 敏飞呀一天天看着这帮日本人也是感叉 第一呢是怕 第二是羡慕 于是敏飞就处处开始学习日本 当时啊派出了很多贵族的子弟到日本去学习 这帮贵族子弟啊 一天天吃喝玩乐行 学习 他们哪是那块料啊 敏飞的想法很好 他想借此啊 培养一帮有志青年 到日本去好好学习 将来回到祖国建设自己的国家 谁知道日本人没长好下属 这帮货呀都是纹酷子弟 平时除了吃喝玩乐 别的啥也不会 脑子本来就空 这回去了日本 又被日本人灌进了一堆水 这些人就变成小鬼子 培养出来的一帮亲日派 日后就是这帮亲日派 做了日本侵略朝鲜的马前卒 把朝鲜国内闹得是乌烟瘴气 看来出国留学也不见得是一件什么好事 这个敏飞呀是一个拔面玲珑的人 他的政治集团呢 其实上就是一个亲日集团 他一方面抱日本这条大腿 但另一方面跟我们大清也是眉来眼去 这个娘们儿啊谁都不得罪 大清啊有一个明本人 那就是李中堂李大人 朝鲜的问题啊他非常关心 朝鲜呢挨着我国的东北 东北是大清的龙兴之地 日本人的野心啊已经昭然若解了 这货想干什么不用猜你都知道 1879年 琉球已经被日本人给忽悠走了 这一回朝鲜说什么也不能再给你们日本人了 这个李鸿章啊心眼一转给敏飞出了一个一致一的好主意 你们既然已经开放了就别跟日本一家开放 这样啊容易被小日本欺负 既然已经通伤了就跟西方列强都通伤 一只羊也是羊两只羊也是放 跟其他西方列强建立外交关系 这样小日本就不敢欺负你了 敏飞一听 乐了江啊还是老的辣 敏飞就按李中堂的办法一一去做了 然后就跟美国人签署了朝美修好条约 这个条约啊让小日本心里非常不爽 把敏飞他们家祖宗十八代骂了一万遍 骂也就骂了 小鬼子真是没招 西方列强他一个都惹不起 就这样敏飞当政已经十年了 在这十年里啊敏飞做了一些好事 但是也做了很多的坏事 这个娘们做事啊 那全平跟着感觉走 请拉住我的手 谁跟着他谁混得好 敏飞啊毕竟也是个女人 也喜欢奢侈品 也喜欢享受美好的生活 就这样朝鲜宫廷内啊挥霍无度 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还有就是这帮拉着敏飞手的敏市集团的官僚们 他们是滥用职权 贪污腐败 老百姓是民不聊生 再有一个就是这帮日本人 自从日本人来了朝鲜之后 那是横行霸道 七行霸市 日本人在朝鲜 那是掠夺性的抢购 朝鲜的商人 根本无法正常做省意 还有就是日本的船子 在朝鲜的海岸线上 那是横冲直创 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朝鲜的渔民根本无法正常打鱼 于是朝鲜的老百姓 就开始想念过去的大院军了 虽然当年咱们也穷 但是不受养鬼子的气啊 就这样到后来终于出事了 1882年朝鲜遭遇了大汉灾 老百姓已经吃不上饭了 开始有人饿死 驻守汉城的朝鲜军队 已经13个月没有开军饷了 哥就是再忠诚 也不能不吃饭呢 你再看看闽市集团那帮货 一天天是胡吃海塞 肥的是扶墙进扶墙走 就这样朝鲜的老百姓 和驻守汉城的朝鲜军队 不干了 发动了兵变 闽市集团的那帮官僚们 算是人生走到头了 好运气都花光了 一个一个被骑军活捉了 然后活活给打死了 还好啊 这个闽妃非常机灵 他换上了宫女的衣服 然后混出了王宫 最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避难去了 在朝鲜的日本侨民 也被活活打死了不少 平日里啊 这帮日本人过足了大爷的瘾 这一下子该他们倒霉了 这次兵变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人武兵变 这一下日本政府嗨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赶紧派军队渡海占领汉城 同时得到信的还有大清 李鸿章一看 这是个问题 赶紧派兵进驻汉城 保住朝鲜的稳定 绝不能让日本人摘了头 而且大清还派出了北洋水师 这次兵变 军民抬出了原来的那个大院军 大院军又重新执政 大院军掌权之后 他认为自己啊 对大清是忠心耿耿的 所以大清啊 不会拿我怎么样 但是大清对这种兵变行为 那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大清的官兵一到汉城就把这个大院军给抓起来了 然后整个汉城就被清军给接管了 日本人晚来了一步 后来大清把这个大院军带回了天津 好吃好喝好待遇 你就别回朝鲜再搞事情了 这个大院军第二次执政才干了一个月 就被大清给剿灭了 但这一件事对参与的各方都有巨大的影响 大清无疑是这件事情中最大的赢家 大清的三千铁骑长年驻扎朝鲜 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有点像今天驻韩美军的意思 日本人表面上在这件事情中没捞到什么好处 但是捞不到好处那不是日本人的作风 大清为了平衡各方的势力 就默认了日本迫使朝鲜签署的计物谱条约 作为赔偿朝鲜赔偿了日本和日本使馆60万元 这笔钱在朝鲜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当时的朝鲜高官出门都没有马 都是坐独轮车 这个条约可以允许日本人游历朝鲜的山山水水 还有日本人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 可以在朝鲜建立守备局并可以驻军 这一下日本的军事间谍活动和政治渗透活动就更加猖獗了 这一下敏飞又回来执政了 因为他要感谢大清对他的出手相邦 而且敏飞也看清楚了日本人的猙獰嘴脸 所以敏飞集团从一个亲日派变成了一个亲华派 对大清是各种献媚 那真是三天一请安 五天一磕头 敏飞觉得这个大清的军队特别能打 一点也不比日本人差 就请求大清能不能让大清派来一些教官来训练朝鲜的军队 李鸿章一看这个敏飞还挺上道 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李鸿章左右一啥嘛就搬出了年仅24岁的袁世凯 派他去朝鲜统领大清的军队 并且负责对朝鲜军队的训练工作 这一下袁世凯成了驻朝的清军司令 今天的驻韩美军也得称袁世凯为一生前辈 袁世凯一到朝鲜 朝鲜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朝鲜的未来何去何从 在下期的节目中再和大家聊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